Hello大家 今天一次开箱两个包 非常特别 而且又不贵 大家是不是非常羡慕 爱马仕平时有很多颜色 可以选择的那种私人定制呢 现在Longchamp也推出了 所以这一次我一共做了两只包 我选择了最大的旅行带和最小迷你包 这只包是做给妹妹的 我现在一一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也是我从一个包包博主那边看到的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 它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配色 当时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 我就非常非常心动 然后当时不知道 美国其实也是有订做的 原本以为只有国内的小程序上才有订做 就比较麻烦 因为做了疫情期间 可能还比较难运过来 后来在小红书上无意之间看到 欧洲那边也有订做 我就突然想 我干嘛不去美国的官网上看一看 后来发现美国的官网也是有订做这款包包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的Longchamp 都可以提供这个个人定制服务 在他们的官网页面找Personalization就可以了 国内的小程序上那找的 就是MyPledge Signature的那个页面就是了 这个包呢从选择性上来说 可以玩出58万种组合 所以真的是可以定制到眼花缭乱的地步了 Longchamp这个服务真的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光从配色上来说呢 都有3万多种组合 所以这只包真的可以在定制上玩得非常尽兴了 那首先从包款上来说呢 除了这一只大的旅行袋和这个迷你的手提袋以外 他们还有小号的包和最常大家见的那种肩背包 肩背包呢就没有肩袋的 然后小号的和迷你的都提供肩袋 其实旅行袋也是提供肩袋的 是长这样子的一根宽的翻步短肩袋 等一下背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说定制的步骤 第一个呢就是选包型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4款包型 第二个呢就是开始选包身的颜色 一共有16个颜色可以选择 由于这一只包我是想要作为旅行袋来用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非常耐用的黑色 那下一步呢就是选择装饰要什么颜色 也就是手提饼和这个盖子 以及这种拉链的颜色之类的 最常见的Longchamp呢就是棕色的 那我的包本身做的就是黑色 所以我不可能去选择一个黑色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了这个白色 因为白色跟黑色是非常强烈 对比放在上面就会非常好看 再下一步呢就是选五金的颜色 五金的颜色他们提供了三种选择 就是金银和黑色五金的颜色 因为我把手和佩皮这边选择了白色 所以我就选择了银扣 这样子的话颜色上会和谐一点 不那么高调 再下一步就是非常关键的 你定做什么样的字 这次呢最多可以选三个字母 而且可以选择带点的 就比如这个我就选了两个字母 当中可以带点 你也可以选择不带点 那最多最多只能放三个字母 也可以像我这样只放一个字母 像我一个闺蜜她的姓是X 所以她做了一个X的字母 非常非常帅很好看 然后我比较喜欢数字的7 所以这次我就放了一个7在上面 输入完你想要的字母之后呢 就开始选颜色 你可以选择字母的主色和它的背景色 像我的主色选择了白色 背景色选的是浅灰色 这两个一样分别都是有16种颜色选择 跟包身是一样的 那最后一步呢就是选择一个叫烫印的步骤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边我写了一个NZ 也就是我姓名的缩写 我就把它打在这一边 那烫印呢其实一共是有四个颜色可以选择 一个是金色 一个银色 一个黑色 还有我这种所谓的neutral color 那整个配色来说呢 我跟妹妹做的其实是母女包 这两只包其实除了底色 其他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底色 看上去就是千差万别的感觉 像它的字母 我一样选择了白色底色和浅灰色的背景色 那这边的五金银色配皮白色 都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上面这边我就刻印了它的名字 Pearl 那这一支呢就是它人生拥有的 第一个自己的包了 那由于这支包呢是你自己设计的 所以里面它会有一个比较贴心的细节 就是内袋这里会写上long shape 全移你自己刻的这个字母 就是你自己设计的意思 像我的这支大包呢 它就会写上long shape 全移7就是我设计的意思了 我觉得这个内袋设计呢 收到也是一种小惊喜 想要这支呢我给大家测一下容量 其实跟我之前Sleen开箱的这个容量 是不相上下的 虽然大小是比它小了一点点 但是侧面它比Sleen要厚 所以日常我想要出去录vlog的话 相机和手持器也都是装得下的 那先装我这支比较夸张的手机 装进去就是这个样子的 钱包 然后这个手持器 因为相机正在用没办法 然后一些护手霜和洗手液 口红润唇膏 这些装进去都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还有一半的容量控着 所以如果塞进我的小号机 应该是正正好好的 扣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小小的很可爱 其实如果没有配肩带的话 我觉得拎在手上也是非常可爱的 大人给自己做这样一支迷你包也是挺实用的 像我给妹妹做的这支呢 其实也是会私心拿过来自己用的 那然后呢我来说一下肩带 这款小号的肩带呢 它做的是死的长度不可以调节的 那由于是妹妹背对它来说太长了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两个扣 全部扣在同一个方向 另一边呢装了一个大的金属环 这样子的话就把这根肩带相当于对折了 现在给它背正正好好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上身示范图 整支包对它来说从大小到配色 它都很喜欢而且很适合它 那假如是成人定做这样一个迷你包 那正常肩带是这样子的 背在身上其实非常长 不是我平时喜欢的长度 是我自己背的话 我就会把我这只大的旅行带 配的这个宽肩带拿出来 搭在上面倒是正正好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两根肩带 其实长度相差的有这么大一截 所以我觉得这个肩带 是我这次觉得最诟病的地方 但是由于我正好两款定的 都是白色配件 而且是同样的银色五金 所以正好可以相互串着用 那如果是想要定这个迷你包自己用 然而就单独只定 这一只包没有这个宽肩带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自己换一根肩带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配皮颜色了 选择黑色白色的话 会更容易匹配到相同颜色的肩带 棕色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像这根原装肩带只能对折了给小号用 大人用实在太长了 那小号那一款呢 我也不知道肩带是不是跟这个一样长 如果一样长的话 应该就显得位置更低 因为小号那只包会要比它更大上一圈 所以我觉得肩带是这款包最大最大的缺点了 那大号这一款呢如果你想要平时手拎着比较帅气的话 最好下面垫一个硬纸板 否则这个下面的底部就会这样子凳下来 然后就显得很拖 它没有精神的感觉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合适的硬纸板可以装在里面 所以我就是拿他们王胜给我的这个袋子 就先这样子填在里面 这个旅行带容量真的是超大超大 本来想要买的平时去健身房也可以用 后来觉得去健身房它都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拿来给我旅行用的 那这只包我觉得最帅的就是这个大号旅行带 对我来说肩背包跟小号都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感觉 所以尽管我平时非常少拿大包 但是这一只我真的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大的旅行带 那它呢扣上肩带是这样的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只包背着不怎么好看 就也许这个作用呢是把它放在行李箱上面扣着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只包背在身上就显得对我来说实在太大太大了 真的是没办法背 叔叔背的话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如果是想这样背的话就要胳膊稍微细一点 像叔叔是完全完全穿不进的 但如果当你全部装满东西这么背估计还挺重的 而且大家看当肩带装上去了以后 肩带的力量就会拖住这两个脚往下沉 然后就会呈现一个比较怪的形状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样子的形状来的帅子了 所以这只包我不太喜欢在它上面装肩带 最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材质 它并不是平时那种尼龙的滑滑的面料 而是这种比较厚实的帆布感觉 应该是不防水的 看一下里面 里面这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防不防水 外面这一层我觉得应该不太防水 但因为目前也没沾过水 所以不太清楚 这个使用感受可能要等我下次旅行了给大家反馈才知道 然后给大家参考一下我定制时间 我是7月2号那一天订的 7月21号他们就发货了 22号我就收到了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从下单到到手一共经历了20天 小红书上我看到欧洲那边半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那国内的等待时间据说是两个月 我那个定做X字母的闺蜜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所以还没办法给大家反馈国内究竟要多久 那如果你有提前出去旅行的计划 想要定制这种旅行带的话 至少至少要给自己预留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是国内官方给出的时间 其实美国官方这边给出的时间是五到六个星期 那实际上我三个星期就收到了 所以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快很多 尽管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旅游 但实在觉得这个旅行带真的很帅 我之前出去旅行的话会在箱子上架这支LU 我觉得很方便 因为是布的嘛延展性非常好 你可以里面塞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做了这支之后呢 也会出现在我行李箱上的应该就是这个袋子了 因为它更大更能装 这支包呢带出去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可以折叠的 叠下来就是跟单购树子一样打的了 我觉得放在箱子里应该也是不占什么地方 因为它侧面也可以叠成比较扁扁的样子 无论是短途旅行还是长途旅行 我觉得这个包应该都挺实用的 最后呢拼了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配色 欢迎大家截图参考一下 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箱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